哎呀 不要了吗 开玩笑 一万多一双啊 鼓号啊 谁不年轻过 是不是 今天带你去看一个狠人 他是要求鞋修复师 他可以让我这双鞋涅槃重生 走 哪位是马师傅啊 我是我是 哎 你好 你好 你看我这鞋 还有得救不 划痕 开胶 可以啊 给您把这鞋头 整个围皮这位置 整体给您重新做个漆 然后给您沾个胶 多少钱 喷漆是139 沾胶30 那是169呗 这么贵呢 这还贵啊 这穿漆一万多呢 哎呀 这是以前有钱嘛 这就现在没钱了嘛 就这个要多久 等个一个小时吧 他们都是在做休闲 都是我学生 不能给我修坏了吧 修坏 修坏 放心吧 干了多少年了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 喷漆会不会 到时候还会掉啊 正常您穿着就是不会掉的 你像这种磕碰的话 都有都会掉的 对吧 原厂原器它都会掉 碰完之后它也是一样的 哦 它原来也是喷漆啊 对对对 它也是做得起 那你这修鞋你是做了多久 我做了三年多了吧 大概投资多少钱 修鞋也投不了多少钱 那总得有个数嘛 你这说的跟没说似的 一个月不到两万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现在都有学员了 你怎么说 有学员是学员的钱 修付均价是多少 基本都在一百多 项目多的话 一般都一千多 都什么项目能搞一千多 换个大底换个气垫 喷个漆 对吧 洗个鞋 加起来就一千块钱了 客户资源从哪来 客户资源 绝大多数还是抖命吧 看到了之后就联系了过来了 二手球鞋 他是不是也得找你 对啊 二手球鞋 他会有一些瑕疵 要拿过来修复的 那个量大一点 应该那个量大一点 所以这个还是有市场 有有有 那你的客户 不只是你当地的吧 哪里的人都能设计到一些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步骤是什么 这个是贴美丸纸嘛 就是咱们洗钱的一个准备 你切好美丸纸之后 然后咱们补完伤之后 咱们就去分析 一个月能修多少钱 一个月的话有个一百多双吧 那也就一万一万多嘛 对 是不是还跟那个洗鞋一起合作了 对 是的 客户怎么拖 其实最省事的一个办法 在学校里边找一些学生会 他们给你拿回来 你给人家分多少钱了 对吧 他们钻出社给你挨的时候很快 比如说我是个小白 我大概要学多久才学会休息 七到十天左右吧 因为他也是一门手艺嘛 一百双鞋过来 需要多少成本去处理 五块 五块我都说多了 那你好意思说一百六一九啊 这是手艺活 他的时间不一样的 你一个月一千双那不得了啊 加上料的成本 加上个房租水电 储蓄这些的话就是纯利润了 你肯定不老实 你跟我说挣的肯定不止这些 不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 那你这个也挺有潜力的啊 反正这个行业嘛 现在年轻人做的多 为什么要把它贴得这么严密啊 喷漆的时候 你要是我喷白的话 容易把蓝色的遮盖住 其实就像那个汽车喷漆一样 对对对 你不该分的地方就把它贴起来 对 你现在干啥 就调色 什么时候颜色一样了 咱们就可以了 哦 你干了之后看一下这个颜色 就是颜色就是干的吧 就基本很接近了 现在是补伤的步骤 先用去磨剂 就是说把它表面的那层膜 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呢 咱们再去上漆的话 皮对它能把这个漆给它吃进去 擦完之后它就没有光泽度了 其实打磨呢就是说 咱们把它不平的位置 它磨平了 就有伤的地方 我们给它填一下 对 调好颜色过滤一遍 防止有那种杂质跟颗粒 基本就绪 我们就能开口了 现在就是咱们进行喷漆了 然后把它之前的一些伤 都遮盖一下 把以前的伤痕全部给它盖一下 对 那喷两遍就行了吗 对 吹外部就行了 然后再喷第二次 对 再吹干 因为你吸的话不能一直上 你上了太厚的话它就流 要不你把我这几个面也可以喷了吗 也可以 可以 沙发翻新就用这个工艺吧 这一支没被喷的 伤痕累累的 这一支喷完之后 修复完之后 哎呀 跟新的一样 现在是怎么摔一下胶 我是用针来弄 我以为直接这样挤进去 挤的不可以的 就已经干了 那我就就可以拿走了 对 就可以拿走了 拿走啊 你不给我做二销了 已经销完了 销完了 好的 好 嗯 哈哈哈哈